不過這有兩種可能性 一種就是紐西蘭代表處 跟泰國代表處的狀況不一樣 第二種就是 在當時的前朝跟縣朝的規定有不一樣 那這個不一樣是不是因為 林紫陽量身訂做去放寬 那這是外交部要解釋的 所以韋漢才問說 那除了林紫陽之外 還有第二個類似的例子 可以解釋這件事情嗎 剛剛文謙一直在講 職業外交官最近的士氣問題 那這個部分不就是打擊了職業外交官的事情 我認為這是個小事 為什麼 因為黃志芳都當過外交部部長 他符合哪一項規定 部長可能是政務官 總統要任命就可以 他在當外交部部長之前 他沒有當過外交官 他是總統府公共事務的主任 你忘了嗎 那因為他太年輕了 所以就只好把駐法的代表 楊紫寶調回來做政務辭長 石雅萍他本來是我們住澳洲的副代表 馬尹九也喜歡他 就把他派去做新加坡的代表 他在新加坡當地也沒有邊緣 然後得罪了李光耀家族 然後回來做我們外交部的政務次長 我必須很痛心的告訴台灣這個社會 很多可能大家都覺得 你一定要說哪一個政權不對 哪一個政權不對才叫做言論 NO 我們的外交體系被破壞 徐徐久久了 非常久 那所以我覺得他這個只做一個姿意嘛 他的薪水也多了一點 很多人可能覺得 他可能剛好是管閉林的女婿 他是不是有能力我其實真的不知道 不過我也懷疑同政員會懂泰文 所以如果代表都不會泰文 下面的人為什麼要懂泰文 因為同政員本來是 明朗中國事務的出身的人 他是研究了暗關係的 他跟泰國可能也沒有太多的淵源 所以我們太多政治酬庸 太多政治任命 那你只因為他倒楣 他剛好是管閉林的女婿被挑出來 那坦白說我今天要評論他是沒有辦法評論 因為我根本不知道他的能力 那如果要講究他跟當地的關係 其實我們可以從他身上回過頭來看 我們現在外交體系裡頭有多少人 包括連大使級 他是這樣任命下來的 那我們有多少人在過去這幾個朝代裡頭 所以我們才會這個社會的制度 完全被破壞完畢 因為民進黨時代這樣破壞 那國民黨有些人也破壞 然後民進黨在執政說你國民黨破壞 我也這樣 我們沒有任何一個典範可以follow We lost 我們這個整個社會已經失去了典範 那剛才大家討論的假新聞問題 我做一個簡單的補充 不是定義的問題 這裡頭有一個很核心的價值 叫做民主 當川普還在攻擊fake news 其實新聞經常會犯錯 那很多政治人物 黨會有的時候立委的質詢 也會有錯誤這樣 可是從來沒有人 像他花這麼多的心血去罵fake news 為什麼 因為他想讓這個社會裡頭監督他的力量 徹底垮台 而川普被認為一個不相信民主 其實相信獨裁的政治人物 這是美國很多人對他的批評 也是最近那本書叫fear恐懼 Bob Woodward 他裡頭最重要除了說他已經發瘋 他很多決策莫名其妙之外 很大的就是這個人根本不相信民主 他是不配做一個民主國家的一個總統的 那如果民進黨他當然叫民主進步黨 他覺得他要學川普 那我必須說 那以前的民進黨已經死掉了 他如果他的偶像叫川普 他要學習這種方法 而川普都還不敢叫他的FCC 就是我們的NCC 就是他們的NCC 我們的NCC跟他們的FCC抄的 他都不敢叫FCC說 FCC你給我去處罰這些媒體 他只是每天說CN你不准講話 我在這個場合我不歡迎你現在 你給我滾出去 所以頂多就是這樣而已啊 他我們還超越了川普這樣 所以我必須要說 如果民主進步黨認為他的偶像叫做川普 然後他比川普還要川普的話 那以前神父熊所參加的民主進步黨已經死掉